这里的写法应该都熟了 这个春秋的晚期的第二行是中山王 这个大家应该没有意见 我刚刚用类似中山王的狭长行写了一张 就帮你拿 你帮我拿来 你现在看到你的正前面 因为有那个柜姿的柜 然后有木 它就有两次的木 所以我就把两个木写的对不同 然后人就选春秋晚期的第一个 看起来很特别 然后这两个弯线跟弦的弯线的 还有一点点呼应 那花我是选那个汉印的第二行 你不觉得好像一个人在那边微笑笑嘻嘻的笑开欢 那我就把它拉长 那这个若我选这个除茧 除茧的若 这样下方形的味道就很轻松 很愉快 很雅气 就刚刚在那里写诗的写三遍 味道出来了 好 人就是彻底的人 公身抱犬失礼 不论是向左向右都差不多 那字意就是代表我们的人类人 人性人生等等 说文解释说人是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所以我的解释就是人之万物之理 大概是这样 人总是觉得人定胜天 人总是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最近美国说公布了特斯拉的一份报告 特斯拉是谁 特斯拉就是发明电的 是吗 交流电的 特斯拉 我们现在的马斯克他们那个公司 就是特斯拉那个汽车 就是用特斯拉命名的 就是交流电支支柱 特斯拉 说特斯拉可能是火星的移民者 一直说他是外星人 美国的这个报道 刚刚曝光的 因为他说他在世的这个几十年 是中后晚年 他所发明的很多东西 不得外传 美国把它密布 把它放起来 可能他很多的 他们有公布一个 他说那个外形 就简直就是跟现在的 我们所电影所播放的那个外星人的飞碟船 长得一模一样 那是他当时说 根据他的原理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太风船 然后他在1929年左右 1926年 就说我们人类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 按照我的原理做交流电的发展 可能在不久 就会有智能型的电话 这智能型的手机电话 你走到哪里 在全球你都可以收听到 不只是声音 还可以收听到画面 这是1926年还是1929年的时候 他说的 有没有恐怖 意义实现 这样 我为什么讲这个 就是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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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